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2024微博之夜有哪些嘉宾参加? 1月10日嘉宾阵容,分别为,胡歌、华晨宇、黄磊、卡布勒、周深、雷佳音、刘涛、王源、玛丽、张宋文、周东宇。 第一波官宣 博远、陈丽君、邓恩熙、胡冰青、李云霄、毛威涛、米卡、十个秦天、王兴月、徐若涵、张宥浩、周依然。 第二波官宣 陈都灵、陈瑜、陈哲远、程磊、李兰迪、刘浩存、刘宇、宋毅、田锡威、林依、西琳娜一高、许佳琪、张静怡、张颜琪、张于熙、赵嘉丽、周也、周毅然。 第三波官宣 白鹿、邓唯、景田、李亦彤、刘宇宁、谭剑刺、彭玉畅、孙杨、王传军、王鹤帝、魏大勋、纳扎、于氏、于书欣、曾顺熙、陈泽斌、林恒、刘云宇、郑永康、罗思源、许新珍、张志成、陈伟、刘清松、陆瑶、李托、 朱博成、李扬 第四波官宣 白静廷、高业、金晨、文永山、黄景瑜、西梦瑶、秦兰、舌诗曼、童瑶、新直磊、赵漏思、蔡磊、陈洪涛、何军、李莉、王德志、刘福清、陈美娜、李小林 第五波官宣 崔瑞、戴莫、大鹏董成鹏、深奥 第六波官宣 黄轩、景博然、朗朗、刘诗诗、时代少年团、谭维维、唐烟、王家尔、吴磊、杨幂、杨幂、杨子、张小斐 2024微博之夜在哪儿举行 在北京 具体地点暂未公布 敬请期待 2023栋微博之夜盛典直播警号加载中 汇聚全行业顶尖人物 集结优秀演员和音乐人 共赴这场年度盛会 以微博之力 让世界更美 1月13日 让我们一起共赌星光 共证荣誉 2024微博之夜直播时间 2024年1月13日 周六 14点开始 2024微博之夜有直播吗? 有直播 直播平台有微博之夜官方微博 爱奇艺 腾讯视频 2023微博之夜盛典临近 为保证公共安全 现发起如下安全倡议 1、公共场所不聚集 不逗留 禁止携带灯牌 横幅 旗帜 扩音设备等违禁 应援物品进入场馆及周围 请大家做到 保持公共场所秩序 不大声喧哗 不妨碍社会治安 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2、禁止开展任何形式的姻缘 聚集 请大家做到 听从现场指挥 保护自身与他人安全 如出现不听劝阻造成社会面混乱的情况 需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3、禁止发布或扩散应援 聚集等信息 文明理智支持自己所喜爱的明星 共同构建绿色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 4、如因应援 聚集等影响公共秩序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造成嘉宾出席取消 活动无法继续举办等严重后果 保留对相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5、2023微博之夜门票及邀请函 不设置任何形式的售卖 所有到场嘉宾均为定向邀请 门票及邀请函不作为入场凭证 请大家不要购买 现场通过本人身份证建闸机和消人脸识别进场 无实名备案嘉宾无法进入活动现场 目前网络上出现的出售门票 预定活动邀请函 出让媒体名额等均为诈骗信息 请广大网友不要上当受骗 避免财产和精神损失 我们在此诚恳呼吁 请广大粉丝朋友严格遵守安全倡议 为自己和他人安全 理智参与活动 切勿以爱之名作出妨碍他人和其他过激行为 影响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 再次感谢大家对微博之夜的关注与支持 2024微博之夜入场观众须知 一 由于活动现场周边停车资源有限 请乘坐公共汽车 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降低出行中的能耗和污染 低碳出行 文明出行 同时也为缓解路面交通压力尽一份力量 二 请听从现场指挥 保护自身及他人人身安全 不拥挤 不推丧 避免冲突行为 共同维护好现场秩序 三 进场时严禁携带以下物品 A 国家规定禁止物品 毒害品 管制刀具 腐蚀性物品 放射性物品 枪 支 军用货警用泄巨类 打火机 液体 汽油类等 等其他可能影响安全的物品 星空布 飞镖电池 易燃 易保物品 必活动限制禁止物品 食品饮料 易碎品及各类容器 宠物 乐器 激光笔 映制荧光棒 投影设备 专专业摄像器材 如三脚架及相关摄像器材 灯牌 横幅 旗帜 旗杰 包含伸缩旗杆 宣传册 滑板 平衡车等带步工具 体积较大不宜带入坐席区的 拉杆相守提带等 请广大观众共同遵守 感谢理解与支持 期待与大家共同见证2023微博之夜的闪耀时刻 2024微博之夜门票在哪里买 不售卖门票 微博之夜门票及邀请 含不设置任何形式的售卖 所有到场嘉宾均为定向邀请 门票及邀请含不作为入场凭证 请大家不要购买 2023微博之夜门票及邀请 含不设置任何形式的售卖 所有到场嘉宾均为定向邀请 门票及邀请含不作为入场凭证 请大家不要购买 现场通过本人身份证建闸机和销人脸识别进场 吴时明被案嘉宾无法进入活动现场 目前网络上出现的出售门票 预定活动邀请函 出让媒体名额等均为诈骗信息 请广大网友不要上当受骗 避免财产和精神损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